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 我就是办活动 前一天就是沒有睡覺 隔天就是騎車回東華大學的時候 就在台九線上很直 就睡著 騎車然後就跌倒 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身體都沒有任何擦傷 我就回東華了 後來還是覺得身體怪怪的 那我就是來掛我們花蓮池基的中醫科 那時候就認識了陳一貞醫師 陳醫師就跟我分享說 有這個學士後中醫的錄 這樣子那後來沒有馬上就決定就要考 那後來是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在工作的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自己還是很想要就是幫助病人 慈濟大學第四屆學士後中醫學系的學生 在五年學制的最後兩年要到醫院實習 同學在人文教育的勳陶下 試院成為良醫 仔細為病人把脈 找出適當穴位 緩解患者的不舒服 他是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的中醫師 張簡真英 我覺得張簡醫師是一個很細心也很可靠的醫師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很為病人著想的醫者 很多時候都是站在為病人好的這個立場 去做很多事情 看見年輕人可以承擔完成自滅為社會 人群互相 這都是我最開心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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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